佳节期间如果发生意外 会让人感觉非常扫心 那么洛世警方就表示 这段期间最常见的意外 就是火灾 身份窃盗 还有瓦斯外泄等等 因此洛世警方邀请各界专家 提醒民众该如何防范 南加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人员 拿着装饰圣诞树的电线 示范节庆期间 很容易发生的触电意外 虽然只是模型 也让人看了惊心胆战 我们民众在屋外 进行那个装饰的时候 如果需要挂灯饰的话 请注意要把灯饰挂在 离电线或者电线杆 10英尺之外的地方 在南加州每年电线走火 或是触电意外 大约有230起 造成6人死亡 跟18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如果需要灯高去挂灯饰的话 最好就是用干化玻璃做的 或者木头做的梯子 不要用金属的梯子 因为金属会导电 在LAPD召开的记者会当中 也特别提醒民众 有另外一种意外状况 也时常发生 冬天窝在家中宽度节庆 暖暖的 但正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而另一种无形的伤害 也在家节期间默默进行 两秒钟就有一个人的身份被盗用 所以AARP它现在发起一个叫做防止诈漆关注网 任何人任何年纪都可以上网来登记 如果在您的社区里面有最新的诈漆行为 您就会被通知 金属专家也提醒民众 许多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花钱花过头 每年这个时候的花费 都比平常高出一倍 因此要在掏出皮夹血拼之前 先规划好今年的家节采购计划 免得花过了头也是一种不好的意外